現在進行第五份的厚頭質詢 下面請何元申議員 多謝主席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除以經濟的不斷發展 人口數量的急劇膨脹 加上居民生活方式的轉變 本澳家居的廢棄物的產量和與日俱增 不僅是為環境帶來了極大的破壞 並且垃圾的隨意 一些的棄置 也都是對公共的衛生構成威脅 垃圾的處理已經成為不容忽視的社會民生問題之一 城市的生活垃圾的處理 反映城市的管理和環境保護的水準和能力 根據數據 本澳2015年家居的廢料達到23萬公噸 按年增加4.6% 垃圾焚化中心全年共處理 有50萬公噸固體垃圾 也按年增加11.3% 雲網堆填的裝修和建築廢料達到4,800多公噸 也增加了10.5% 並且根據2014年澳門環境的狀況報告 2014年本澳的每一個人 每一天平均城市的生活廢棄物的量達到1.97公斤 澳門人均城市的廢棄物的量 若是北京上海的一倍或者以上 更加是台北近六倍 本澳的生活有關的一些廢棄物 一般都是運往垃圾的焚化中心 通過焚燒作為一個無害化的處理 澳門的垃圾焚化中 新的廠房已經在2008年建成 並且投入運作 日處理的能力的提升至1,728公噸 每年可達大概是58萬公噸左右 以2015年的廢物收集的總量計算 現時每一天的廢棄物的數量 已經是佔了焚化中心處理能力的五成以上 當局亦都強調 雖然近年有關的廢棄物資源的回收率 是有所一個的改善 但是遠遠追不上廢棄物的產生量 數據亦都顯示近年廢棄物的資源回收率 基本是保持在百分之12至20的水平 回收率是較低的 源頭減費 資源回收是特區政府在廢棄物處理政策方面的重要舉措 並且當局在澳門的環境保護規劃 2010至2020提出 將會逐步引入污染者致富 或者生產者暫製 然而根據2015年澳門公眾環境意識調查的結果顯示 本澳居民的環境意識正是逐年增加 但是我們也看回近年廢棄物的產量不斷增加的同時 回收率卻依然較低 顯示社會是參與實踐環保行為的決心和暫感不強 同時亦都說明特區政府的減費回收的措施效果不張 是很有一個改進的空間 為此本人提出下面的質詢 第一 廢棄物的產生和個人的生活習慣是相關的 當局曾經強調必須要關注到 我們澳門焚化中心處理的廢物 和人坤城市生活的廢棄物的增長 已經是遠遠地高於人口和旅客量的增加 因此想請問當局怎樣去通過持續的一些激勵性的措施 去推動澳門居民將有關廢棄物分類和減量化 如何有甚麼措施去加強對於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的宣傳力度 去提升可再生資源的回收比率 去推進低碳城市的建設 第二方面亦都根據公共地方總規章 對於隨意拋棄垃圾的違法的鋼的處罰 當局也都表示 在2014年至2015年的檢控已達到19,000宗 想問當局有沒有一些措施進一步去壓止 隨意去拋棄一些生活垃圾的違例行為 會不會對公共地方總規章進行適時的檢討和修訂 第三方面當局在五年的發展規劃草案文本中也指出 張力爭在2016年會發佈澳門固體廢物管理的管理計劃 看看管理計劃那方面對於訂立一些固定廢物政策 有些甚麼行動的計劃 另外一方面對於有關的進展情況是怎樣呢 都向政府輸了一個回應 下面請羅司長回應 主席的主席 尊敬的主席尊敬的議員 垃圾處理基建設施確實未能跟上城市急速發展的步伐 運輸公務範疇政治力改善 運輸公務範疇設施以符合現時社會的需要 與此同時在減少垃圾方面 則必須得到市民和商界的共同努力參與 本範疇也盡力鼓勵社會各界落實循環再用 少用膠袋和減少與隨意 基於污者赤膚原則而制定的固體廢物資源管理計劃 預計可於2017年完成 除了推出指引及可循環物料部分回收的計劃之外 運輸公務範疇將繼續加強環保教育宣傳工作 推進社會各界合理和更好地使用資源 為此我們將進一步加強與學校社會和私人企業合作 接下會請環保證報告同事進一步說明 多謝 謝謝市長 主席 各位立法會議員 有關於學議員提到的 如何增加資源回收的比率 我想我們會在以下幾方面加強 第一方面我想我們會增加回收設施 環保局會和火局和民政總署合作 在增加回收設施 我們會加大力度 其實現在我們在新建的公屋 其實已經分階段 已經加設了1115套分類回收的設施 在未來的一些公屋群裏面 我們會拓展回收的網絡 亦都在一些公屋地方 我們繼續會和民政總署合作 在增加街道上面的一些公屋地方 以至到一些垃圾房裡面增加多一些分類回收的設施 在私人屋圈裡面 我想我們會加大力度 去令到他們的回收設施會有所增加 這個我們會透過同一些社團 或者一些大廈的管理的實體 去共同推動增加多一些 因為我們看到在這一方面 那個發展空間是比較大的 亦都會繼續在政府部門和學校 推動分類回收工作 增加一些回收設施 另外一方面 我想我們也會增加一些回收項目 包括我們近期推出的廢供電池的回收 我想我們會逐步加大回收點 方便市民亦都加強那個宣傳的教育 令到大家知道怎樣去棄止 亦都會在我們的一些專項的計劃裡面 增加多一些的內容 我們包括在我們綠色學校伙伴計劃 我們的澳門環保酒店獎裡面 將源頭減費這個觀念 和息息文化做一個重點的推廣 這個是我們會在未來加強的 另外在廚餘回收方面 亦都是我們未來重點的工作 因為我們每天產生的垃圾裡面 差不多有接近四成是廚餘來的 所以對於廚餘回收 我們會加大力度去做的 我們會在幾個方面去加大廚餘回收的力度 包括在廚餘的就地處理那裏 我們會加強 透過和一些合作夥伴的一些酒店 一些學校有條件加設廚餘機的一些單位 我們會加強 我們近期跟他們談了一些正面的回應 我們會在未來會加強這方面 亦都在我們的公屋裡面 在石牌的公屋設了第一個 就地處理的一個點 我們希望能夠將這個經驗推廣到其他的公屋群裡面 我們都會加大廚餘處理的能力 我們最近亦都增加了一部 每天可以處理一千公斤的廚餘處理機 最終我們是會積極地推動 找地方去籌設中央處理設施的 我們亦都會在推動立法 推動這個源頭減費 我們早前公開諮詢的澳門建築廢料管理制度 和限制使用塑膠袋的制度 我們公開諮詢之後 我們會結合實際的情況 落實到立法的工作上 多謝主席 何元申議員 多謝官員的一個回應 我想這個回應 可能都未能夠收貨 因為為什麼呢 剛才局長都介紹了 其實都做了一些工作 但是我的核心是什麼呢 因為在我的一個介紹都說了 其實現在我們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一個就是說政府已經做了一些的宣傳推廣 但是我們看到呢 現在我們產生的一些廢棄物的量 剛才我都介紹了一些數據 是不斷增加的 這個我覺得成效是一個問號 另外呢 對於一些我們一些叫廢棄物的回收 剛才局長都說了 都有一些措施去做了 但是我們也要看回 這些回收的有關的量 是和政府的預料是低的 即是回收這個數據是低的 那就產生了什麼問題呢 做了大量的功夫 見不到成效 廢棄物不斷增加 焚化爐的一個壓力不斷增加 另外回收的有計劃 但是沒有成效 這個我想希望呢 待會政府那方面呢 會做一個回應 另外一方面 除了宣傳推廣呢 我們見到了 效果是不章的 如果是效果好 就不會產生我剛才所出現的問題 為什麼廢棄物越來越多呢 是環保意識不夠啊 要說我們的本身政府這方面 工作做得不小呢 我想是要檢討 那第二方面呢 想問一問 除了宣傳推廣呢 我們也都很重要的 一些的我們叫檢控 在那個公共地方總規章來說呢 政府呢 也都看回一些數據呢 在2011年亂丟垃圾 或者佔用工地的檢控呢 是一萬宗 但是去到2014到2015 每年的檢據數目 已經去到一萬九千宗 那我也想問一問 現在這個的數字 是顯示什麼 是顯示我們的意識 是越來越差 還是我們政府是沒有一些的平台 沒有宣傳好 去告訴居民聽 我的生活垃圾 應該怎樣去丟發 應該怎樣才不會產生 現在這個檢控 為什麼會越來越多 這個越來越多 我覺得政府要解釋一下 是政府 是加大力度去執法 還是我們居民的意識差 我也想這個要給我們一個解釋 另外一方面呢 也看回整個檢舉來說 我覺得現在我們所出現的 就是在我們居民的生活環境附近 包括在大廈的門口 以至到在很多垃圾站的附近 我們都見到有很多的生活垃圾 廢器物 就這樣丟在那裡 這個其實我覺得政府可以做多些事情 無論管理公司等等 請政府回應 請政府回應 主席 各位議員 關於公共地方總規章 檢控的提升 其實就是和那個回收 和那個分類回收 一些家庭的垃圾 是有關係的 但是這個數字裡面 它也包括了 冷氣機滴水 佔用工地 放煙頭 或者是有些人是 裝修的時候 把那些泥頭 一包包的放在外面 我們看到這些都是包括在內的 我們看回 那個城市的運作 我們看到就是 因為那個 運輸等等的問題 它就是沒有急時 是把放在街旁邊的一些雜物 是沒有急時去清走的 我們也是為了要提高 我們的城市 那個市民不要阻礙的出行 也不要影響市容 所以在那方面 我們的執法力度 確實是提高了不少的 我想 到整個公民的意識上 也都不少是透過一些叫做黑點 市民的主動去提出 說有這些這樣的行為 我們也是加強跟進了 那這方面 那個檢控也都是 一方面是有人多了 也都是回應回市民 提出你們的訴求 那我們是積極跟進中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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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各位議員 我想我們是認同 何議員的說法 就是說 我們回收的工作 有比較大的發展空間 這個是一個存在的事實 但是我想有一件事要跟各位議員說的 垃圾量的增加和經濟活動是有一個比較大的關係 我們也看到前幾年一直以來 那個無論是生活垃圾也好 建築廢料也好 都是雙位數字的增加 每年 但是隨著今年的情況的一些改變 那我們看回相關的數字 頭三季的數字比較 我們那個生活垃圾的增加 是大概1%左右 而建築廢料的量 是比首三季度比較的同期 是減少了三成左右的 所以我們會認為 我們爭取在這個時間 我們應該盡量將我們分類回收的工作 特別在那個意識的宣傳 我們會做多一點 做得細緻一點 特別在那個學校推廣那裡 我想我們有需要那個力度要加強 令到源頭減費這個意識 能夠深入到我們社會各個階層 特別是年輕人那方面 也都希望透過這個深化的推廣 能夠令到除了是意識有所加強 也都希望能夠落實到 在他的實際生活的習慣上面 多謝主席 高天使議員 多謝主席 羅司長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這次學院生的口頭質詢就是第五個 首先讓我表揚的司長出來立法會 答這個口頭質詢 因為之前那四個都是執行官員 這個做法我們非常之認同和值得鼓勵 關於這個口頭質詢 難怪何議員說到不收貨 因為譚偉文局長 就帶了我們郵花園 我抹下你說的東西 你就說推動 增加 研究 加強 加大 加設 不知道還加多少 我們要看實際 究竟那個成效有多少 我們想聽一下究竟你做過什麼 這個最關鍵的 源頭在哪裡 我聽不到你的回覆 你會做到一些事情是關於源頭 很簡單一個例子 超級市場交代 你怎樣處理呢 有沒有做到一些所謂鼓勵 超級市場減用那個交代的使用率呢 有沒有鼓勵那些超級市場 用一些所謂可以重環的交代呢 澳門也有啊 有這些公司啊 但是當它接觸政府呢 全部都關門了 那些是微企來的 很艱苦在做配合政府的政策 但是你們呢 就怎樣做呢 你就把他扔走 所以我不想聽這麼多廢話 我很想知道究竟你是源頭 你會做到些什麼 至今有什麼成效 做到些什麼出來給我們看 你只是說去學校去這裏去那裏 沒有用的這些 我又想知道 你不夠將來 未來的一年 你是會有些什麼政策呢 是會有什麼時間表 會減輕多少 會做到多少 才令到我們真是 真真正正見到有成效的嘛 我們要resolve 我們要resultado queremosresultado 不是什麼推特 增加研究 這些字眼呢 不適用的了 時間無多 環保 這件事來講 在澳門 很多人都很關注 很多人都很想知道 究竟政府是有什麼政策 有什麼鼓勵的政策 有什麼優惠給那些環保公司 令到他們真是對環保方面 是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配合政府的政策 多謝 麥瑞權議員 主席 施政 施政 在剛才回答何議員的質詢 在印界所講 我很認同的就是 在減少垃圾方面 必須得到市民和商界共同努力參與 我覺得搞澳門 澳門都是事惡家下民主 有句話 大家齊來搞好他 一天有調查研究報告 顯示 居民支持環保 大人比就是六成至七成 環保好 但你有沒有執行那樣那樣那樣呢 三成 即是認識到環保是好的 但執行得三成 但實際上 市民的意識要提高 但有一件事更加要做到的 現在的生活垃圾 司長說過 隨餘是佔了百分之四十 隨餘拿去燒 浪費食物之餘 還要浪費燃油 還要二次污染 因為燒完的東西 有二獲認 都是對外門有害 那為什麼不從源頭減費呢 局長又說 因為和監獄 不是 酒店說環保獎 還有 企業的社會責任 就是要從自己做起 好像現在很多大企業 有些做得很好 那些旗下的餐飲業 不准打包 什麼原因不准打包 那有些也可以 都是博企的餐飲業 那他叫你 擔心食物變壞 那有些很簡單 你撕一張紙 你打包 我的東西沒問題 那就解決了 但有些不肯做 不准打包 尤其是在大型的宴會 真是看到那些食物 這樣浪費 真是很浪費 澳門有錢 也沒那麼敗家 對不對 那這些資源 是全世界所有的 那政府可不可以 跟企業說說 喂 你真是切個打包制度 當然最好是鼓勵自己 戴打包盒打包筷子 因為打包盒也是浪費 更加重要的問題 有些事情不一定要快 你跟他談完之後 再不行 很快 新的博企合約又要簽了 那在計分的時候 誰好不好 計算企業社會責任分 誰有做什麼 又做什麼 早點拿出來 告訴大家 企業社會責任是計分的 你對澳門的貢獻 不只是GDP 博彩收益 也要澳門的市民有收益 好了 那又行不行 跨部門談談 要計分 舉例是餐飲 其他很多都是 它的冷氣 不要叫得不死冷 你不進去 站久一點 會打冷震 因為一定低於20度 我的感覺 好了 之餘此類的事情 是整體的 這方面 我看環保部門 真的要做多些事情 當然 宣傳教育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 政策上 就是要怎麼管好這些浪費 尤其是隨緣 多謝 鄭安庭議員 多謝主席 多謝師長 對於何潤生議員的 關於環保 源頭減費的問題 其實我本人有個意見 在其他司司長 有一個司長 保安司司長 他用一句說話叫做 警力有限 民力無窮 這句說話 我想在這句司長 應該都適用 警力有限 人員有限 可不可以發動市民 在源頭 一點點做著減費 而不是一推要推 一個很大的政策出來 走不動 不如先看看 等下 可以做到一些小小的成效 一個澳門 全澳門一起做 不行 可不可以一個區做 可不可以一棟大廈做 你做一個模範 做一個標準出來 這樣做 我們就可以把玻璃 把紙張 把廚餘 如何做一個方式出來 這棟大廈成功了 我們怎樣去複製複製複製 再複製 而不是可能做了一個規則出來 原來推出一個政策 我們有一個可行性報告 原來推不動的 要全澳門一起做 因為想一刀切下去 全部跟著做 現在的方式就是 在學校教育 在學校推廣 學校 教育 學校推廣 大家都住在不同的區 大家住在不同的地方 怎樣推廣 澳門一起動 希望在這方面 師長可以做一些大廈 比如說石排灣公屋 石排灣公屋 可不可以先做一座座 在這方面其實可以做到 另外一方面 再說說 其實有些 我接到市民投訴 就是在一些博企 他們的膠瓶 礦泉水瓶 擋去哪裏 但是它是免費派送給人 不知道 當作普通的垃圾 擋 在這方面 其實有沒有一個 又是對於這些 大型企業 它這些索料 膠瓶 或者它們的垃圾 可以有機地分類了 另外一方面 也說回五年規劃裡面 有一個說 要在五年內建五個坑 要來擺那些飛灰 擺那些飛灰 但是這五個坑 要五年後才建好 但是它是有6.3萬的立方 但是據我們澳門的計算 我們一年都2.9萬立方 建完這五 一年就可能搞定了 搞定了五年建的這些坑 在這方面 其實我們 即使是建到 又用完了 難道我們澳門沒有地方 我們以後這些飛灰 是如何處理 下一屆政府 如何面對這些垃圾的問題 我想是需要一個總體的規劃 要全澳門市民共同去努力 因為要一點點去做 如果一個大政策 大方向 原來走不通 走不動的 我想都搞不定 多謝 陳美宜議員 多謝主席 司長 各位官員 我們澳門的環保工作 做得非常之緩慢 成效 也都是看不到的 那我拿回 剛才議員的口頭質詢 一些數據 和政府回應那裡 我想做一些資料 在他口頭質詢 2015年的家居垃圾 就是22萬9千公噸 而在你剛才的回答 大約是百分之四十 就會是廚餘 那我隨一隨 就是等於 應該是每天 就會有二百五十公噸的廚餘 剛才局長也有說到 接下來我們會有一些機器 每天就會處理一千公斤 一千公斤 就是 按照這些數據出來 其實澳門是有做到的 一件事都好像是有的 例如是怎樣回收 但是 其實回收了之後 最後跟進的問題 到最後的處理方案 就是不足夠的 其實我們要推出一個政策 在你的回答那裡 你也有提到的 就是說 要鼓勵各界落實 循環再用 一個環保的工作 除了是源頭減費之外 另外就是怎樣去回收 跟著就是怎樣去再用 現在我們的問題 就經常都在第一層那裡 就是經常在推動 怎樣減少 但是減少極 怎麼都會有的 但是最後那個循環再用 似乎我們還是在這裡空了 在我們看回鄰近的地方 就是香港 有一些工作 除了它回收了之後 它有些工廠 有些東西 它怎樣去回收 就是剛才的同事說 譬如膠樽回收了之後 它會切粒怎樣分類 再回到一些廠裡再做 指 又是怎樣 因為我們澳門賭場 有很多卡 就是每天有很多廢的啡牌 這個我們又怎樣做 因為時間關係 我再點多一點 也是施掌的範疇 我們那些廢車 就是廢的車 我們因為驗車 現在又說要減少時間 其實是很多的 所以早前 我們的停車場 街上 都已經有很多廢車 都押了位置 這個也是一個環保的問題 那我們如何去處理 政府一直都在說 說了幾年了 就說會和廣東省合作的 那些車又怎樣去處理 那這個進展又是怎樣呢 即我希望在環保的工作方面 政府有想法 但是將些東西推動得快些 還有去到最後那一步 即是說再用了 循環再用那一步 到底是我們澳門自己去做 一定是將一些的材料 即是回收了回來的 我們運去外國 麻煩回應一下 多謝 李靖怡議員 多謝主席 思想局長 即關於澳門在環保問題 或者是廢棄物處理的問題上面 有多嚴峻 即大家都知道 問題就是說這麼嚴峻的問題 市民都希望你有進展 一件一件 有多少進展都好 你要動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所有的東西似乎都很難動 一個處於回收 坊間有意見提出 集中處理 甚至乎你可以鼓勵業界 商界去配合這件事 那就土地問題 即是剛才局長也有交代 一涉及土地問題 在澳門又不用動了 另外一個就是關於一些其他 政府提出了很多年的 包括控制建築廢料的管理制度 收費制度 這件事根據政府的資料 06年至到去年尾 你們去進行這個諮詢的時候 建築廢料堆填區累計 收了超過2000萬立方米的物料 你們很早已經承認是飽餓了 問題就是說 這個制度到現在為止 我記得應該是 連諮詢總結報告都未出 怎樣行 這個收費制度 鄰近的香港 2006年10年前開始行 2017年人們檢討收費 調整收費 澳門是10年之後 才連諮詢總結報告都未有 行不到 再來一個 不僅是收費 源頭減費之餘 只要有人的活動 經濟活動一定有廢料 建築廢料的回收 當時是說透過區域合作去處理 問題是說現在又卡住了 我不知道談到哪裡 希望都交代一下進展 你談到哪裡都好 就當今天談到區域合作了 人家協助我們去處理 你篩選設施未有 基建設施未配合到 那麼進展又怎樣 建築廢料整個處理比較集中 不是說居民廚餘收集那麼複雜 這些制度都未做到出來 再來一個就是一些 譬如好像特別一些 電池設備那些 你們又說 因為現在其實只能夠做一個 無害化處理 條件成熟才可以透過區域合作 政府就積極推進 怎樣為之條件成熟呢 你們在推進什麼呢 其實我是覺得 有些好像電池收集 這些可能是佔整個廢器物的垃圾量 很少很少比例 但是它當中的處理 或者對環境的影響 其實不容忽視 在這些項目 你們提出了一些方案目標 是不是能夠踏出一步 行得多少得多少呢 你現在去講廚餘回收 我相信都是很複雜的 整個澳門那麼多的家庭 那麼多的商業活動 你怎樣去一方面去處理好它呢 這些很困難 但是你現在有的計劃裡面 建築廢料那些 你已經在推行的計劃 你怎樣落實 這些全部都是交代不了 所以其實問題很嚴峻 大家都知道 問題就是說 你可不可以講具體一些 你哪件可以動 你先走了它 而不是諮詢完 然後到現在為止 好像攤了下來 未來一兩年都 才說做立法 那究竟怎樣去處理這些呢 其實這個問題 已經擺了出來很多年了 謝謝 陳豪議員 謝謝主席 剛才國長所說 將來這個環保儀式 應該在學校加強 我也很認同要在學校加強 特別是從小做起 從學校大到家庭的 那現在呢 其實在學校當中 是有進行這個三式分類的 那應該來說 這幾年每一年 是同一些機構 環保局都有合作 是做一些 垃圾分類的 等等 減用數交代的 一些總理計畫 都取得一些成效的 但是呢 就是在學校分類這一部分 學校呢 其實都很容易配合 以及去推廣的 但是在收集方面 是很有困難的 因為收集了之後 不是收集有困難 收集了之後 怎樣處理呢 是很有困難的 因為呢 學校每一天 因為人多 產生的 那個收集那些東西 廢棄物是多的 那麼多呢 如果是一個星期 再進行處理 是很大的困難 那所以在這一方面呢 將來在學校深入 開展這一行的工作呢 是怎樣更加這個措施 是更加到位 怎樣能夠配合學校的 這個實際的運作 這個方面是很重要的 那這個是其中一點 那第二點呢 就是關於電子廢棄物 電子廢棄物 現在呢 就產生了比較多的 但是一直以來 就沒有分類 那麼一般的家居垃圾呢 去處理 就是機構又是這樣 那麼如果一 動家居垃圾去處理 那麼一起燒的話呢 焚燒的話呢 就會產生有害的 一些氣體出來的 那麼這一方面呢 我相信政府都意識到了 但是怎樣去進一步去處理呢 那麼能不能夠呢 是有一個比較完善的方案出來 那麼讓市民呢 是大家知道的 麻煩 梁榮仔議員 是 多謝市長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那麼 那麼 根據 何潤生議員 那個口頭質詢呢 我又有少少問題 問問呢 就是那個 廢車車胎的問題呢 在澳門形成了一個 非常之嚴重的問題 我是想 希望政府 了解一下政府 對那方面 怎樣處理 還有那個 減少立法方面呢 那麼政府的回應 就說 在減少垃圾方面呢 就必須得到市民和商界共同的努力參與 那麼我在這裡有少少構思呢 就是 現在的暫時那個經濟問題呢 就很多那個 那個 那個大型 大型博企啊 或者餐飲業那方面呢 就譬如減價 促銷這個 這個自助餐 那個吃法 那麼 可不可以在那個商界那方面 他們一個 組織一個那個監察隊 就是好像一個 見到那些市民 或者吃自助餐那時候 他拿得多啊 就可能 勸一勸他 等他 就不要拿那麼多來吃啊 或者吃完 叫他打包回去啊 這樣 因為很多 那個博企都有那個 很多那些小姐出來迎賓啊 或者做很多那個迎客那些方面 他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好像那個禁煙那樣 是不是 那麼我覺得這件事 商界一點應該做回 努力多些做回這些 這些這樣的動作的 那麼 因為他 在那個 在那個食物那方面 有人 做一些這樣的動作 給那些市民 那些市民會 會盡量 就不會說 那麼浪費這些食物的 我在這裡一個小小的意見 多謝 高虎妍議員 多謝 師匠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韓先生議員 在質詢的第一條問題裡面 提出到 有什麼措施是加強到資源廢物 回收再利用的宣傳力 我想這個不只是純粹宣傳方面 而是 在這個廢物的回收再利用方面 政府是有些什麼的 政策 能夠是鼓勵和支持業界呢 來到在這方面呢 可以多做工作了 我想在這方面呢 政府是需要有政策去支持 相反來說呢 在過去我們也曾經聽到業界有所反映 政府不單止在這方面呢 是沒有足夠的支持 相反呢 似乎來說 是令到他們呢 是有更大的阻力 而無法再繼續生存下去 這個在過去來講 他們也曾經有所反映 所以要商界共同努力的話 我想政府也都有相關的政策 那政府在這方面呢 不知道有些什麼具體的措施和政策呢 能夠是鼓勵到業界 在這方面呢 有更大的這個貢獻 麻煩 馬志成議員 多謝主席 司長 在這個回覆裡面呢 剛才我看到也有議員說到的 就是會進一步加強於學校 社團和私人企業合作 我是認同的 我覺得環保意識 從教育開始這個是好事來的 但是我想呢 司長可不可以再多說一些 你是會怎樣在學校推動 怎樣跟業界和社團合作 牽涉多少學校 多少社團 多少個單位 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你的部署是怎樣去做法呢 我希望在這方面可以聽多一些 還有第二就是局長說到 就是說電池回收 我覺得都是進步來的 我們開始一個電池的回收 我不知道 我沒有聽錯了 是不是大約 就是之前我不知道看 好像有五十個點 那如果 我想了解 究竟要設多少點 在澳門裡面 還有一個回收點 才屬於合理呢 就是有 我們要方便給市民真的用到 那多少點才合理呢 我們怎樣去計呢 是十個點 一百個點 還是五十個點呢 還有剛剛有議員都說到 就是那個電子垃圾 既然我們電池垃圾 都可以收回 電子垃圾 我們面對什麼困難 為什麼一直都不可以回收呢 特別現在的社會進步 電子科技也有很多人用 很普及 那這個確實是一個問題來的 我們面對的是 為什麼你不可以回收呢 一直在這裡 如果司長方便 一直都可以回答一下我 麻煩 請施長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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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閣下 各位委員 議員 對不起 全部的議員說的話都是對 全部說都是對 我完全同意 但是是這樣 在飯堡的方面 我想我是司政方針已經說了 我們沒有可能 一樣東西都做 所以這幾方面 你們說做得慢 是做得慢 所以其他你們說的話 就放在後面 因為人是這麼多 我們是做得這麼多 所以我沒可能做完 所以我再說一次 固體、液體、廢料、廢車 和堆填區 所以今天說的話 大部份是不涉及的樓 有些人說 廢料、廢車我可以改這件事是這樣 我奏職差不多兩年了 但是很可惜 這個進展是非常之少 這個我承認 但是我亦都在那裡說 是第一次 我一來 我覺得廢料、廢車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但是 有些東西 走得不是我以為走得這麼快 不是因為我沒來 我又來 因為這個是那五樣東西 其中兩樣我想走快些 但是有時候我也推不動 所以這是一個事實 所以廢料、廢車我都想快些 但是 是這麼快 我沒有能力走快些 對填區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澳門是沒有其他地方 你們可以建議給我 如果開另一個對填區 我也想 現在二十多米高了 澳門是一個有錢的地方 產生很多垃圾 這是一個事實 我們燒垃圾 越做越多 堆填區 各個都裝修 各個都整個 各個都是這樣丟 我們是沒有其他地方放 我就是 十四還是十五米高 現在堆到二十米高了 有一天會倒 我在那裡說 有一天會倒 因為我沒有其他地方堆 我沒有其他地方堆 所以其他的事情 慢慢局長會補充 高丁慈議員 關於交代 是一個 我多謝你問這個問題 我們做了諮詢 諮詢報告出了 但是用來收 不知道 用來收一元的交代 要做一個行政法規 正在做 所以我希望明年初 起修行 什麼process 你還說什麼 立法程序 立法程序 但是我覺得 現在今天說這麼多 我附近住的超級市場 現在知道 我不用交代 大家開始 我附近住的超級市場 那幾個收錢都知道 我不用交代 所以什麼時候 馬智成議員問 那些學校教育宣傳 我們希望是什麼 希望那些十元就是游小 不用用交代 產生少些垃圾 照顧一下廚藝 大人或者幾十歲 就是這樣 一向都是這樣 或者很難轉 但是希望在那些小孩 游小 教一下他們 新的習慣 這個就是我們的希望 所以短期 現在我們在行其他事情 慢慢向局長說 我們有跟博企談 不是沒有 但是我想要做清楚 我們不可以監博企做某些事情 可以勸 可以求這些行業 但是我不可以監博企做 所以關於除其各方面 馬拉局長會補充 我們有跟他們談 但是我不可以監博企做 還有一個議員說 關於譬如石牌 石牌我們有做 那些廚也有做 那些廚也有做 馬拉局長會 我們現在是打算 那些公屋 我們會處理那些廚 那些公屋 所以只要我想說的是 那些公屋 那些公屋 你補充 好 謝謝市長 主席 各位議員 剛才有好幾位議員提到一些關於廢料回收 一些環境保護的問題 那我想麥瑞如權議員提到的 這是一個事實 意識高 但是落實實際行動是有落差的 這是事實 正正反映了一件事 我們需要做多一些 所以在這裏 我想我絕對承認 在環保的工作 特別在意識方面 我們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除了意識高之外 也要落實實際生活的細節上 正如剛才師長提到 我們有跟一些博企去談 有關於廚餘回收的工作 其實也是得到一個正面的回應 有部份的企業 短期內會增加一些廚餘處理的設施 去到有部份 可能每天去處理4000公斤的一些相關的設施 對於廚餘就地處理這個工作 是有幫助的 但我絕對認同麥議員說的 如何提倡一個色色文化 以及如何推動 如果是可以處理之外 能夠打包的話 是否更好的方法 我想我們認同 也會繼續推動這個工作 我們是認同的 蔣庭議員提到 事點其實 剛才師長都說了 石牌灣公屋是我們第一個事點 我想我們也會繼續在其他一些新建的公屋的計劃裡面 路徐徐徐徐加設一些 除了是處理機器之外 也會有其他分類回收的一些點 透過我們和火局的合作 是將分類回收的工作從怎樣擴散到其他輻射到相關的區域 蔣庭議員提到飛灰處理的情況 其實我想可以跟大家說 我們飛灰永久堆田區的計劃 我們預計的使用是去到2030多年的 那個量是足夠我們未來一個一定連閒的處理的量 很使我們去思考未來下一步的處理是怎樣 這個計劃是有考慮到的 陳美如議員提到的 有關於一些廢氣物回收了之後 究竟怎樣處理 會不會好像在一些鄰近地方 會有一些下游的工業去做相關的處理呢 那麼也都考慮到澳門那個情況呢 澳門地比較少呢 我們的廢氣物的回收的量呢 也都未達到去可以養起一個下游的處理工業 所以我們現在一般的做法呢 都會透過區域合作呢 去將我們回收了的一些物料呢 做一個初步的處理呢 就會送到去鄰近的地方呢 去做深層的一些處理的 那麼李治元議員提到 有關於我們各項的工作 是不是需要加快 我承認我們需要 真是每一樣東西 我們都希望能夠可以做快些 我們盡量做快些 你提到的一個建築廢料管理制度呢 其實我們基本上我們諮詢了 也都總結了 我們都希望能夠在明年呢 進行一個立法的工作 那麼這個我們是會積極推動的 至於提到那個廢舊電池那個 我們現在那個無害化處理 我們現在是將它固化的 我們不是將它焚燒的 我們將它固化 令到它不會污染環境 那麼也都考慮到呢 就是我們的量呢 是適宜呢 是透過區域合作 去做好有關的處理呢 那麼因為廢棄物的區域的轉移呢 我們需要做一些相關的手續 我們現在積極在處理當中 我們都希望能夠將它資源化處理 但是我們未做到資源化處理之前呢 我覺得我們首先要做了無害化處理 那麼這個才是對環境的一個保護 陳鴻議員提到那個 這個學校和學校合作那裡 我想我們絕對認同 我們和學校合作做分類回收的話 也都要考慮學校各個學校它不同的條件呢 我們怎樣去和他們談那個回收的頻率 那麼我想這個我們絕對會是 尊重學校那個實際的情況呢 去我們的承辦商呢 是會考慮學校那個承受的能力呢 去做那個回收的頻率呢 去考慮那個回收的頻率 我希望呢 能夠在這裏 也都希望呼籲呢 能夠越多的學校呢 跟我們環保局合作的話呢 我們對分類回收的工作呢 有進一步的推動 那麼也都提到那個電子廢氣物那樣東西呢 那麼我們現在第一步 是將廢球電池去和學化處理 那麼我們下一步呢 就會推廣到其他的電子廢氣物那裏呢 梁榮仔議員提到兩件事呢 一個就是說那個蜥蜥文化的推廣呢 那麼我想我們願意去做 也都我們是做緊一些的工作 那麼也都不可能我們巨犀無遺 那麼能夠全部去講出來 但是我想我們只要是 有對這個環保工作有幫助的 我想我們同事是絕對願意去談 那麼也都是跟博企和各個酒店 以至到其他的一些相關單位呢 我們在那裡積極在那裡 在那裡談有關的工作 廢球輪胎那裏呢 我們現在的處理呢 是會在我們的危險廢料處理中心那裏呢 去焚燒再用 那麼我們也都是探討著 進一步呢 是有沒有一個其他的方式呢 可以更好去處理 那麼這個我們是在那裡 首先做了一個無害化處理先 居然議員提到那個政策的支持 那麼我想我們願意去推動 也都會跟相關的業界去談 看看怎樣可以做好一些 令到回收的工作呢 可以跟商界合作 可以去落實得好一些 賀斯成議員提到 學校企業的推廣 那麼剛剛的司長也都提及到 我想我們願意去做 也都會落實到去實際 跟各個學校 那麼我想我們同事會 跟各個中小學 以至大學呢 那麼我想我們會逐個去談 看看怎樣去能夠去度身訂造一些 如何透過跟他們合作增加分類回收的量呢 至於你說回收點多少才夠 就是那個廢舊電池那個 我想我們早前局方提出50個點 就是我們第一階段 我想我們其實現在是跟有好幾個政府部門談了 亦都有正面的回應 短期內我想我們跟他們落實的點 我們可以公佈更多的點 但這一刻我說不到 因為還未談 但是回應是正面的 我想不久的將來我們就可以講到更多的點 亦都有一些企業我們是在談的 包括一些超市或者便利店我們是在談 如果是落實到這裡 我想我們落實多少我們就公佈多少 我們要盡量在辯民的角度去考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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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